好 各位記者女士先生 大家好 大家好 午安 我們今天有新增一位境外移入的個案 第514安號 那是50多歲法國籍男性 那製造業的技師 那來臺的目的是工作 那他當然有 因為是外國人 所以登機前三天的陰性報告 那入境到現在都沒有症狀 那今天在 他是在9月11號入境 然後在防疫旅館居家檢疫 居家檢疫期滿後 9月26日於飯店進行自主健康管理 那9月28日由公司安排自費檢驗 那今日確診 那目前住院隔離中 那他的CT值是33.5 IgG跟IgM抗體均陽性 那整個他接觸者不多 因為他自己的自主 健康管理 就是算是蠻合乎我們的要求 所以飯店工作者1人 列為居家隔離的 對象 公車接觸者 專車司機共3名 因為都有佩戴口罩接觸的時間也短 那列為自主健康管理 那近來有一些是在 等於是居家檢疫期滿 那有發生相關的檢驗的陽性 所以要特別呼籲 我們除了居家檢疫14天之外 那另外有7天 自主健康管理 所以居家檢疫完成之後 那請還是盡量少出入 非必要不要出入公共場所 那需要出入的時候 請要佩戴口罩 也請洗手